水波槽實驗 利用振動的起波器在水面上來回振動 製造出規律的振波 振波使水面形成凹凸有規律的水波 凸的水波可以匯聚光線形成亮紋 凹的水波則會發散光線形成暗紋 在藉由燈光投射就可以看到紙上有亮暗相間的條紋 水波槽實驗的重點主要在觀察下列幾個現象 第一個水波的反射 水波碰到障礙物後反射會符合反射定律 第二個是水波的折射 在水波槽中墊一塊玻璃使水變淺 水波的波速會變慢 從水波的圖形中可以看到波長變短了 發生的同時行進方向也改變了 再來是水波的繞射 本來是向左前進的直線波 經過障礙物的小瑕縫之後 只剩下一小點的圓形波向四周圍發散 最後是水波的干涉 利用兩個小瑕縫製造出兩個點波源 兩個點波源交匯之後發生了有規律的現象 有些地方出現明暗鄉間的清楚紋路 這些地方發生相長性干涉 我們稱為負縣 有些地方則出現沒有波的無波區 是因為發生相消性干涉 我們稱為結縣 中文字幕視頻 以上